再带你看到就是受到疫情名影响 延期举办第93届奥斯卡颁奖点已落幕了 华裔女导演赵婷直演的游牧人生 入围六项拿下三项成了最大赢家 而今年奥斯卡与往年相比的话 牙翼和飞翼表现更加亮眼 第93届奥斯卡金上奖 第一个颁发的重要演技场项 给了飞翼演员丹尼尔卡鲁雅 曾在逃出决定阵有精彩演出 丹尼尔卡鲁雅这回饰演 遭FBI暗杀身亡的美国黑豹党主席 至于堪称死亡之组的影后之争 最后是老戏骨胜出 63岁的法兰西斯麦多曼在台上学狼嚎充满生命力 她在有目人生里扮演以露营车为家 四处漂泊的高龄打工族 打败凯利·莫里根 维拉·戴维斯等劲敌 也是继1996年冰写报和2017年意外之后 第三度丰厚 迪士尼和皮克斯献给绝世乐的情书《灵魂急转弯》 入为最佳动画和原创配乐 两项都到手 串流平台Netflix今年也颇有斩获 大卫芬奇指导的黑白传记片曼克 报回最佳摄影及美术设计 我的章鱼老师则拿下最佳纪录片 这届奖项分配平均 游牧人生入围六项拿三项 父亲 蓝调天后 曼克等片都各拿两项 这次奥斯卡 亚裔非裔大放异彩 得奖名单多元化 失智症 高龄问题 移民家庭等社会议题也受青睐 显示美国影艺学院 企图摆脱过去奥斯卡太白的标签 有越来越兼容并续的趋势 东三新闻 黄信息 K亚韩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